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 85岁诞辰的特别节目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他的全名 法名叫 几尊降白 阿望落丧一喜 丹增加措 失松忘觉 葱巴密白 得悲丧不 简称是丹增加措 那么我们下文呢 用尊者这二字呢 来 英语当中尊者 以为his holiness 那么来 简代称呢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 丹增加措 那么尊者呢 出生在1935年的 7月的6号 他是西藏的政治 和精神领袖 在1935年的7月6号呢 他出生在 西藏东北部的 安多的塔泽村 那么现在呢 是青海省的 黄中县的齐家川 他出生在一户 农民的家庭 他幼年的时候 他的本名叫 拉姆登珠 后来呢 他被认定为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 普登加措的 转世灵通 达赖喇嘛的每一世呢 向来都被视为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而观世音菩萨 是代表慈悲的菩萨 也是守护西藏的菩萨 这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菩萨指的就是 那些已经证悟了 却没有入涅槃的 而选择转世以后 拯救人类的圣者 这里我们要 给大家解释一下 达赖喇嘛和班辰喇嘛 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两者之间互为师徒 也就是说在世的 达赖喇嘛 或者是在世的班辰喇嘛 都是下一任的 班辰喇嘛 或者是达赖喇嘛的师徒 那么比如说现在呢 那么应该是第十一世 班辰额德尼在世 这里简单的再说个题外的话 就是第十一世班辰额德尼呢 那么是由第十四世 达赖喇嘛尊者 单增加措 在印度达兰萨拉 亲自认定的 他的本名叫 根端雀吉尼玛 目前来讲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犯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定的 那个班辰喇嘛 通常被 藏人呢 称为汉班辰 那么这个雀吉捷步 现在呢是中共的全国政协里面的常委 成为中共的一个代言人 现在呢我们姑且认为 就是说第十一世班辰额等于真正的转使 这个真身呢是根端雀吉尼玛 目前呢被中国政府强制失踪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 那么他就是下一世的达赖喇嘛的师父 也就是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师父 然后呢 下一世的 又说第十五世的达赖喇嘛 如果是 这个转世之后 又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也就是第十五世的达赖喇嘛 而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呢 就将是第十二世班辰喇嘛的师父 依次这样类推 他们是互为师徒的关系 但是上一世达赖喇嘛 就不是下一世达赖喇嘛的师父 因为他们之间是转世的关系 是同体转世 也就是说上一世达赖喇嘛 需要先圆迹 然后才能够产生 他的转世灵童 所以说轮回转世呢 这个佛教里边 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理论 一个信条 一个真理 一种科学 在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里边 得到了一个完美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体现 以至于呢 班禅和达赖喇嘛 他们之间互为师徒的这种关系 在藏人的心目当中 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 天上的太阳 月亮 地上的达赖 板蝉 1935年的时候 按照西藏的历史惯例 和宗教的遗轨 那么当时的 嘎夏政府的摄政王 热镇仁波切 率领着这个巡访小组 他们前往了距离 那么西藏首都拉萨 大约90公里的圣湖 也就是拉姆拉错湖 进行一个观湖的仪式 当时呢 摄政王本人啊 他清楚的看到了水里边 呈现出了三个藏文的字母 这三个藏文字母 就是AH 是第一个字母 第二个字母呢 是KA 第三个字母呢 是MA 因为它是藏文字母 我们只能用英语 这样给大家解释出来 接着呀 这位县政王看到了 湖里边呈现出下面的影像 一座寺院 有着碧蓝色 以及金色的屋顶 以及呢 一栋房子 有着松绿色 这样的一个石头的 颜色的这种屋顶 所以说啊 摄政王就将这些影像 详细的保留和记录了下来 而且予以保密 随后呢 西藏嘎夏政府 依照这个神秘的这个景象 在西藏各地 开始了寻访工作 期望能够找到呢 这位摄政王在湖水里边 所能看到的那些影像的 在实际当中的那些地方 其中的一个向东而行的 寻访小组呢 由瑟拉斯的喇嘛 给唱任波切所带领 那么他们这个寻访小组 到达了安多地区的古本寺 也就是塔尔寺附近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村庄附近的房子 和他们在湖水里边看到的神秘景象 非常的相似 从而确定他们找到了 这个湖里边所指定的 引导的那个地方 这样呢 为了进一步的方便查访呢 先有那些初级的官员 其中一个人叫洛桑基望 他假扮这个领队 而且呢 给唱任波切呢 装扮成了一个仆人 就来到了这个家人当中 当时呢 任波切的身上 带着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佛珠 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小孩啊 一下子就认出了那团佛珠 并且呢 还要求这个任波切 把那个佛珠还给他 所以说给唱任波切呢 就答应说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啊 必须要先猜出啊 你先猜出我是谁 你认不认识我呀 那小孩就大声叫道说 你是斯拉喇嘛 斯拉喇嘛呢 就是斯拉寺的 这个给给唱任波切 给他封的一个号 因为给唱任波切 他的住持的这个寺院 就是斯拉寺 然后呢 给唱任波切又问了小孩 他说 你看到旁边 那个领队 他是谁呀 小孩也正确的答出了名字 甚至说 连真正的这个仆人的名字 他都知道 接下来一系列的实验 这个小孩都一一的 无误的认出了那些属于 第十三式达赖喇嘛的东西 这样经过一连串的测试之后 这个寻访团的成员 进一步的确认 转世的达赖喇嘛 已经够 已经能够找得到了 同时呢 他们也证实 湖水当中的那三个字母 其中的AH代表的是安多 而另外的两个字母 KA和MA 那么分别代表的 就是呢 古本贤巴林寺院 或者代表父亲的 噶马 如比多杰寺院 这个寺院呢 正位于村庄的山顶上 同时呢 第十四三式达赖喇嘛 访问中国 在回到西藏的途中的时候 曾经在这个寺院停留过 所以说这些事情的巧合 使得呢 这次的寻访 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1940年 那么达赖喇嘛的座船典礼 在布达拉宫隆重举行 达赖喇嘛正式升座 成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 不久 在大昭寺 接受了摄政王 热振仁伯切的梯度仪式 并且开始接受佛法教育 那么尊者呢 在六岁开始啊 就接受僧侣的教育 其中的课程包括大五名 以及小五名 什么叫大五名 大五名就是梵文 哲学 公义 医药 还有佛学 其中的佛学又细分为五部大论 也就是班惹 中观 巨舍 律义学 还有试量论 小五名 就是诗学 戏剧学 占星学 辞早学 以及生律学 1959年的时候 孙哲 23岁 他在一年一度的 莫兰的启愿大法会期间 在拉萨的大招寺 经过考试 以优异的成绩 霍班 拉人巴 隔膝头衔 相当于佛学 博士的最高学位 下面我们用一个年谱的形式 给大家呈现出啊 那么从啊 第13世达赖喇嘛尊者元祭 到啊 最近十年以来 达赖喇嘛尊者每一年的重大的事件 以此呢 也作为他85岁诞辰的一个纪念 1933年12月的时候呢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祭了 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呢 被名 法名叫土登家措 小年57岁 1935年的时候 那么 1935年7月6号 那么 拉姆登珠呢 就诞生在西藏 东北部安多省的 塔尔斯附近的塔采村 也就是青海的 黄中的七家川 那么在他两岁的时候 他生下来 也就是说待了两年 他两岁多了 那个时候 寻访团呢 就找到了 拉姆登珠这个孩子 最终确定了 他就是第13世达 拉姆尊者的 转世灵通 1937年的时候 那么拉姆登珠呢 经过缜密的测试被认定为 13世达 达雷拉姆的转世 1939年呢 那么寻访团带着 拉姆登珠 动身前往拉萨 1939年秋天的时候 他们到达了拉萨 那个时候 拉姆登珠4岁 1940年的时候 那么拉姆登珠呢 被送往布达拉宫 举行坐床大典 从此呢 他的名字就改成了 我前面所说的 简称为 丹增加措的法名 而且他正式的登基成为 西藏的精神领袖 而不久呢 那么尊者呢 在大昭寺由摄政王 瑞庭仁波切梯度 成为沙弥 1941年 60岁的尊者 指定塔汤仁波切 继这个热认仁波切之后 成为摄政王 因为当时呢 尊者年龄尚小 还是在接受佛学教育当中 所以说西藏的政治事务 嘎夏政府的实际的领导人 相当于呢 是总理 摄政王 仍然呢 是由 一些仁波切 也就是高僧大德 而且是由达赖喇嘛 指定的 这个人员 经过达赖喇嘛 任命之后 然后由他们呢 代理 西藏的政务工作 1943年的时候 十年八岁的尊者 接受了 一般显教的僧侣教育 以及密法 1945年 十年十岁的尊者 认真研读了佛学 英明 那个时候 可以说 他经过了人生当中的 第一次大考 1947年 早春的时候 那么前任的摄政王 润亭仁波切 发动武装政变 事情失败 他死在了监狱当中 那个时候 尊者十年十二岁 那么 那个时候 他有两位 这个上师 训练 尊者呢 进行这个论辩的 这个科目的 一些学习 而那个时候 所有的在拉萨的 中国官员 都被驱逐出境 1950年的夏天 在藏剧节的前夕 西藏发生的大地震 10月份 8万人民解放军 越过昌都 东边的崔楚河 中共的广播宣称啊 中共建国一周年 开始所谓和平的 解放西藏 1950年的 11月17号 年纪16岁的 达赖喇嘛 提前两年 亲政 接掌了 嘎夏政府的政务 正式成为 西藏 政教合一的领袖 西藏嘎夏政府 向联合国球员 出面调停 1950年11月17号 年仅17岁的达赖喇嘛 正式掌管国事 随即呢 暂居南方的错误 1951年5月23号 前昌都省的省长 阿帕亚王晋美 在北京被迫签署 和平解放西藏的 所谓17条协议 1951年7月16号 西藏省的主席 张经武将军抵达措墨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 达赖喇嘛 在在外避难的那个地方 那么 八九中旬的时候 经过九个月的流亡 达赖喇嘛 从措墨返回了拉萨 1726号的时候呢 谭冠三和张国华 率领了18路 这个3000个共军 开进了拉萨 然后呢更多的共军呢 进驻 冬天的时候 那么有两万多共军 开进了拉萨 拉萨呢 发生了凉荒 通货膨胀 而共军和藏人 对立的态势 更加明显 双方的矛盾越发的激化 1952年 达赖喇嘛 休息呢 道次第 春天的时候 那么 改下政府的两位总理 被迫解职 那么班臣喇嘛 抵达了拉萨 1953年的时候 那么 邻人薄切 被他授予 达赖喇嘛 十轮金刚灌顶 而且 达赖喇嘛 随即开始闭关一个月 1954年年初的时候 墨郎 墨庆典礼期间呢 达赖喇嘛 正式受笔秋剑 而中国共产党 邀请达赖喇嘛 访问中国大陆 1954年5月份 在达赖喇嘛的下宫 罗布林卡 传授了第一次 十轮金刚灌顶 1954年的 17月的11号 那么达赖喇嘛 还有班辰喇嘛 因中国共产党的邀请 出访北京 会见了 摩泽东 周恩来等 中共领导人 他们在北京停留了 十个周 直到了中共建政的庆典之后 他们才离开 1955年的1月底 达赖喇嘛 在北京 邀请呢 摩泽东的 共同的 度过这个罗萨节 那么就在 那么就在 1955年春天的时候 在回拉萨的前一天 摩泽东发表了 对于达赖喇嘛的 一个可以说 没有直接挑明的一种威胁 这种威胁 摩泽东的原话就是 宗教是毒药 这个话令达赖喇嘛 感到非常的惊讶和害怕 1955年的4月份的时候 印度总理尼赫鲁 签署中尼合约 这个中尼合约 其中就包括 班查西尔备忘录 双方同意在任何状况下 都互不干涉对方内政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1955年的5月份的时候 尊者返回了西藏 中共呢 开始在安夺西康 征收收口税 而且就打算呢 清算这些妙产 没收呢 这些财产 分配土地 还有公审地主 那一年冬天 西藏资质区筹备委员会 开始筹备 康巴的藏人奋起反抗 1956年的年初的时候 罗丧节期间的 这个聂中神预言呢 这个预言了什么呢 就是模拟宝光 将会照耀西方 莫朗墓庆典期间呢 这个曲西杠柱 曲西杠柱指的就是 安多西康的抗暴联盟 这个联盟 在56年年初的时候成立了 这个抗暴很明显 就是针对中共 对于西藏的这种入侵 那么56年年初的时候 西金国的皇太子 迪达拉拉萨 代表了印度 摩托普提学会 邀请达拉拉玛 参加在印度举行的 佛陀释迦摩尼 2500周年的诞辰的纪念 那么1956年的4月份的时候 陈毅率领中共代表团 访问拉萨 一两个月之后呢 为了应对日益壮大的抗暴运动 中共增调了4万共军 大举进入西藏镇压 1956年11月份 达拉拉玛离开拉萨 赴印度和班长喇嘛 一起同行 在印度期间 他们除了参加纪念法会朝圣之外 还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求助 寻求政治庇护的可能性 但是最后呢 达拉拉玛还是接受了 尼赫鲁的劝告 而且周恩来也当场 向达拉拉玛尊者保证 那么西藏的这个 很多的宗教改革事务可以延后啊 然后具体的这个 周恩来做了哪些保证呢 大家可以参阅有关的媒体报道 还有我们前述的啊 纪念 这个拉萨和平抗暴 1959年和平抗暴 61周年的那个世界专题节目 1957年3月份的时候 尊者启程 那么抵达拉萨 全西藏的形势呢 已经呢 在完全的就是 脱离了中共的控制 连达拉拉玛尊者 当时本人都觉得 西藏的局势已经不好去收拾 因为藏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 因为中共主动入侵西藏 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 57年夏天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暴力抗争的这种局势 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1959年的时候 达拉拉玛从罗布林卡前往大昭寺 准备参加七元大法会 以及最后的大考 他启程之前的时候啊 中共在西藏的这个军队的头子 叫张金武啊 他进行邀请了达拉拉玛前往 观赏这个歌舞 3月5号的时候 达拉拉玛获得了 格西的这个佛学博士学位 同大昭寺返回了布林卡 3月7号的时候 中共呢又和达拉玛接触 确定看表演的时间 达拉拉玛选定 1959年3月10号 就在3月9号的时候 中共呢 就带着人呢 去以慰问这个 达拉拉玛尊者的名义 然后呢要求进驻到布林卡 而且还要求呢 达拉拉玛尊者要想来看演出的话 你只需要准备两三名侍从人员就可以了 而且不能够带武器 这样的话 这样的要求 能不让人觉得非常怀疑吗 1959年3月10号的时候 中共的军队的头子 谭冠三 邀请呢 达拉拉玛前往中国的这个军营 去看戏 藏人呢 怕达拉拉玛尊者到的软禁 从而包围了罗布林卡 这样的话可以阻止达拉拉玛前往 去观看这个演出 当时包围罗布林卡的 藏人的人数超过上万名 那么3月11号的时候呢 当时包围罗布林卡的这些群众的领袖 就宣布呢 要派卫兵在罗布林卡的外的这个好多的重要的关口呢 进行设防 那么谭冠三的那个时候送来了一封信 然后呢 要求拆除呢 这些藏民包围罗布林卡的设置的很多的路障 这个行动其实引起了一个反效果 于是呢 达拉拉玛决定请求神域 是应该留下来呢 还是应该逃走 神域呢 就只是说 那么应该留下来继续对话 那么达拉拉玛呢 当时不是很确定 又花了一个早晨 进入到另一种啊 降神仪式 这个仪式的名字叫魔 但是这个魔的结果和前一次神域的 结果是相同的 都要求留下来继续对话 于是呢 在3月16号的时候 达拉拉玛接到了谭冠三的又一封信 并且还附上了阿培亚王静美的信 那么阿培亚王静美的要求 达拉拉玛在地图上要标出来 你就是达拉拉玛具体所在的房子是哪个位置 这样的话 我要我没有给你打炮弹的话呢 哎 这个武器呢 这个炮弹就不会落到你所在的那个房子 这个威胁的意愿意味就再明显不过了吧 那么3月17号的时候 中共的军队呢 向罗布林卡发射了两枚排气炮 达拉拉玛再度请示神域 到了这个时候 神域就显示 那么就要在今晚快走 而且呢 神域还清晰地画出了逃跑的路行 在一个多星期之后啊 达拉玛一行 抵达了龙子宗 听律了两天之后 达拉玛就直接驳斥 这个17条协议 完全是违背藏人的意志 屈从于中共淫威的一个无效的协议文本 而且达拉玛宣布恢复西藏的合法政府 在那之后三个星期 达拉玛终于抵达了印度的邦迪拉 3月26号 达拉玛在西藏的山南的龙子县 成立西藏临时政府 3月31号达拉玛抵达印度 展开流亡岁月 4月24号 印度总理尼赫鲁到穆索瑞 那么尼赫鲁正式告诉呢 这个达拉玛说异度方面 不会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那么在1959年10月份的时候 联合国大会辩论 马来西亚联邦 还有阿尔兰共和国提出的 初步提案的时候 最终通过了这个相关的提案 那个时候达拉玛十年24岁 那个时候呢 美国成立了西藏 叫美国西藏难民急救委员会 而且还有一个中央救救委员会 这些呢 可以说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下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由美国进行主导 可以说呢 进对藏人的一个雪中送炭吧 1959年12月份的时候 达拉玛朝圣 他先到印度的德里 会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 听取他呢 对于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意见 并且会见了印度的总统拉加 那么他之后呢 前往菩提加业 达拉玛第一次为162名杀弥 受了比丘界 他接着到了路野院 举行了七天的法会 朝圣结束之后 返回了莫索瑞 当他得知印度政府计划 把达拉玛 这样的话签到这个 那个时候他就得知 印度政府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 就是说印度呢 决定在西马西尔邦 这个划出一个地方 叫达兰萨拉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作为藏人的一个安置的一个地方 而且呢 达拉玛内之后啊 第一次访问了印度北方的很多的邦和省 以及呢 在那个地方修建道路的西藏南尼 关于呢 达拉玛尊者丹曾家措 到1959年出逃 被迫呢 流亡海外 流亡到印度 继续呼吁呢 对西藏 这个遭受到中国共产党残酷镇压 以及中共无情入侵 这样一个血腥的这种屠杀的这个 为他们进行呼吁 领导西藏流亡政府在海外继续抗争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下期节目的时候 我们从1960年 尊者的生平 继续为大家进行介绍 这是我们纪念呢 智慧如海的达拉玛尊者 丹曾家措 85岁诞辰 系列专题节目当中的一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盘